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美丽现在全部都是你 美丽只要装得下肯定是被动 都是我的良草啊 哈喽 我是杨美丽 今天是装装徒步的第四天了 然后背着我的大包小包 在这个城市里面做个核酸 美丽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那就是别人 现在排队做个核酸再出发吧 哎呀 车走了一公里就累了 就要休息 就要饿了 先吃点 就好大哦 结果脸还大 嗯 太多一公里就饿了 以前我们少这个草草 现在还有人少这个草草呢 大猪圈 你们专门在做这个草草呢 你们专门在做这个草草吗 啊 嗯 都叫六十斤 六十斤 没点六十斤 那也不够了 要求你吐一吐吐了 美丽在这里找那个阿姨聊聊天 七十多岁了 然后在这里聊半天 顺便休息一下 啊 阿姨好喜欢我 除了长的也好看 有久哦 是啊 就好看了 有笑哦 嗯 哇好漂亮的爬山河就一根藤枝 今天东西太多了走得很累 差不多一公里就要休息一下 没事我们慢慢走 并不说一天要非要走多少公里 然后因为我们是选择的徒步路线 虽然大家说走路很辛苦 让我弄车搭车 让我推车上轮车什么的 我只想说我们选择的只是重装徒步这种方式 慢慢走 咱们累了就休息 坚持到最后 这只是我给我自己的旅行定了一种方式 并不是想走过来 让单个车 看看我今天的锤 买了云南白药了 其实这习惯还好 主要是我这个手腕 虽然没有肿没有瘀青 但是用不上力气 应该是崴到这个手腕子了 没事还是可以走路 别人背一背炒 我背一背东西 走路怎么走啊 啊 走了好远了 走了 今天没走到好远 我从冠武山走了的 哎 他们这边都种了好多菜 啊 啊 做了好多菜 这包都装不下美丽的梦想 你已经行走5公里 用11小时45分20秒 哎呀我最近又是瘦了吗 你看这个是最紧的地方了 但是还是比较松 这个一定要紧 才能跨到我们的这个腰上面 来打农药 跟小白菜打药 好多小白菜 大爷这个背兜里面 你这是喂猪的 喂猪的 然后大爷他这里好多菜 然后这些小小的不好的 喂猪的我拿一点 煮面条 在大爷这里要了一根葱 还有这个喂猪的 然后我可以吃 好多菜 还有水果 谢谢 谢谢 谢谢菜 现在已经走到7公里了 你看这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 本来想在这里扎营的你看 那好几个陪着我呢 算了还是找没人的地方吧 现在又要天黑了 还没找到地方 本来刚刚那个有坟的那个地方挺好的 我现在越走越没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路边上特别特别的窄 要么就是你搭在帐篷这里 别人过渡就能看到店里搭帐篷 这样的话比较不安全 希望有一个平的地方或者住家 他旁边搭个帐篷吧 这样我感觉上山了 好像特别没有人家了 继续走 这一路只有这两边 在这里搭帐篷我觉得太醒目了 继续走 这里找了一个 但是严禁烟火 我做饭又不能做 继续 我在你家搭个帐篷 我在这外头 你那个地方搭个帐篷 睡晚上 那不怕 那不怕 我好着 打帐篷啊 我自己带的有帐篷 那你要搭回去啊 啊 那不怕 哦 你这哪个可以打个帐篷吗 零帐篷 啊 零帐篷 啊 这边这家人 不给我打 我现在往山上走一下 别人在路边太吵了 往上面 直接打个空地打就行了 又有狗啊 今天走了8公里 哎不走了 主要是膝盖伤了 现在的东西比之前更重了 起码的话有50斤 热的 走8公里 现在休息了 在这个地方搭帐篷 谢谢大家关注 人力没事的 能吃苦 能折腾 关注我就可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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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